经济学者马凯三年多前创办社会企业公约接近会 邀请五大标杆企业组成公道企业联盟 一起推动慈悲幸福诚实绿色成长的企业武德 其中宏远新业就靠着绿色建筑 省下25%的电力 而员工的心地也越来越善良 他们知道这个是对地球好 对企业好 那么还做非常多的好事也都是一起做 然后这样起来员工的心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善良他们就会关心顾客 然后会把品质做更好 然后会对公司更忠诚 守护台湾人健康的连安预防医学机构 每一年为台湾种下5000颗的绿树 同时推广蔬食以及有机饮食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所生长的地方如果不健康的话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健康 所以我们从三年前我们就开始 跟领务局合作 在阿里山的山腰上 每年大概种5000颗的树 然后这些树种下去 还不打紧 还要养护三年 安侯建业十年前就开始支持员工 担任一日志工 在付出爱心的同时 才发现自己拥有的最多 尤其身上的朋友 他们很容易会为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他会感到非常的满足跟快乐跟幸福 可是我们常常好手好脚 我们常常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常常没有感受到幸福的感觉 那我们事后发现 是我们太关注我们没有的东西 我们太少注意到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从宏远 连安到安侯建业 改变的力量就从企业做起 周时电子报记者李盛文 张宗瑶台北报道